今天教大家一个放松的呼吸 就是Breathing Yoga 意思是说呼吸是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你焦虑、紧张 或是自律神经思想的东西 就是说一定要用呼吸来把它调过来 所以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从出生的时候到死亡都是在呼吸 平常的呼吸练习对身体的调节 或是免疫系统的调节 自律神经的调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知道呼吸的重要性 就是说人一出生的时候 就是一定是第一个吸气 人走的时候就是吐气 再吸不上来就走 所以就是说我们呼吸吸跟吐是非常重要 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吐完以后 没有再吸上来 就是结束 中跟吐 所以中间过程当中 我们每天都在吸吐 但就是说我们忽略到对这个呼吸 对身体的影响非常非常值大 所以今天教一个调节自律神经 你很快可以放松的呼吸法 叫做三角形的呼吸 意思是说三角就是可以 可以说是倒立式的三角 倒立式的三角 就是意思是说 你先去吸气 就是然后数 就是说 1,2,3,4 吸气 然后这个吸到这个就是4 就是1,2,3,4 要停顿 停顿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抓着鼻子 这样的 停住 然后你可以用心理想 就是说 1,2,3,4 停在这边 就是上面那个三角就出来 停住 然后就是慢慢用吐气 1,2,3 叫做三角形的 但就是说一定要用当检视的 就是说你吸气的时候 就是用肚子是鼓出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是 就是说肚子是缩进去的 然后挺住的时候就是 肚子是平衡的 就是说也不用吐出来 也不用吐出来 非常质量的挺住 所以就是跟着我们就呼吸 就是吸气 1,2,3,4 憋住 1,2,3,4 吐气 1,2,3,4 就是眼睛可以微微的闭着 就是每天都练习这个 就是三角形的呼吸 可以调节你的睡眠 也可以调节你的自律神经视角 也可以调节你的焦虑 紧张、恐慌所有的东西 然后就是跟着我来 吸气 1,2,3,4 憋气 1,2,3,4 吐气 1,2,3,4 就是跟着这个步骤 然后你就在鼠吸 鼠吸 这个鼠吸 很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你就把这三角 倒立的三角的概念 吸气 1,2,3,4 憋气 1,2,3,4 吐气 1,2,3,4 然后这个一个循环 练二十一次 二十一个cycle 就是练二十一次 你练完的时候 心平气和 然后就是慢慢你的呼吸 变得越来越深 胸比较不会闷 然后自律神经把它调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